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广州的民情和天朝的两个大愤青,前面说过,伊礼布老人家是被气死的,气死原因很简单,他成了风乡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译。 伊礼布是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上任的,其实在他到来之前,广州民众已跟英方较上进了。 各种原因很复杂,据我看,一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应一在广州经商一只一种装孙子的,双规般的姿态进行来着,现在突然与广州人民平等了。 广州人民不习惯,二是国体问题,广州地方当局认为,战争及战争结果有伤国体,明面上抗不过,只好暗中怂恿民众抵抗了。 三世文化问题,中国是个伦理社会,让广州人民眼中南部尊与不卑,一夫一妻,心机山羊般的洋人入住广州,广州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 四世,三原理神话故事的流传,刺激出广州民众的亢奋劲来了。 而按马仕的解释,则认为中国人民不懂得国际法或国际权利,而且广州人民中的许多人得益于原先的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现在利益丧失了,以归费与津贴等名牧捞取油水的机会也没了。 所以,对洋人充满了敌意,于是就出事了。 第一件事,广州人民火烧仪馆,时间是1842年11月8日,据说仪馆的仆役出卖灵物,铸役与前属福州的民仪冲突一样,冲突的挑起者一般是洋人雇佣的中国人,这一点颇具意味。 因为据传后来,上海租界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类的告示,乃是中国人所为,不给钱,双方就骂上了,一旁的群众看不上,所以帮着获主骂。 仆役回去请一人,颠着鸟枪出来,看哪人多往哪放枪,有人受伤。 行道人意识驻足,宏观不散。 晚上的时候,医馆突然失火,不用说,咱中国的爱国人是干的。 一人赶紧往外搬货,百姓乘机给其糟蹋。 据说这次与服装那次冲突不一样,大家只是糟蹋英放货物,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抢,表现出难得的大国风范。 据梁亭南一份文记载,火烧得越大,百姓喊杀贼的口号声越大,远近水车救援,百姓都自觉地挺任而止之。 最后广州官府派兵来扑火,百姓就万人头使,弄得官兵也救火不得,于是大火烧到了第二天上午。 梁广总督提供可怜兮兮的出面赔钱二十六万七千元,并斩掉十名祸首,这事儿才算完。 第二,广州初俩著名的奋青。 广州群情汹涌中,有两位人物特出风头,一个是林泽徐的钱穆寥和大庚,一个是著名的浙江学子钱江。 两个人都是诗意闻人。 一山在广州时,曾向民间人士征集过破一奇迹,允落如果行之有艳,给予重赏。 重赏之下,用富颇多,一时上调陈并要求给经费试验者颇多,一山招架不过来,就让市申劝捐局接约大家的帖子。 市申劝捐局当然也无法把上帖子者一一腰入上座面商,于是把批阅的帖子悬于中门,供大家参看。 钱江认为劝捐局不够理贤下事,骂,骂的市申们不耐烦了,上报官府,官府出面把钱训了一通。 梁亭南对钱江的评价是,在岳不为师傅所持,所交多为不平,看来属于愤青版主之类。 至于和大庚,虽然曾当过林则徐的幕僚,但林则徐一罢,他就没事了,给人当书馆先生,穷极无聊。 经常看见府署中的幕僚与商人有接触,总怀疑府中机密都让商人泄露给洋人了,所以切齿劣自,但怀平已知策,足不见用,美就僵于。 总之,按梁亭南的描述,将与钱乃俩标准的诗意文人,依现在的眼光看来,钱有些诗德,将有些诗脑,一对粉青,臭味相投而已。 针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大庚写出一篇西文,名叫《悬跃一时一鸣恭喜》,拿着给梁广总督齐贡看,齐贡说写得不错,拿给钱江看,钱江就说咱勘客出来宣传吧。 于是,他们自费勘客,于1842年11月15日,在广州遍地张贴,炒作得很成功,此文后来被多处专载。 铁字的忠心魏荣室,二百年来,满一国家皆沾我风华,独出了个英吉利,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勤若瘦,听说他们要占据咱海口,痛啊,华一为可杂居,人畜不堪共处。 与婴仪不共戴天,才算有血气,如与婴仪共土,那叫玄武心肝。 俺们百姓踊跃同袍,子弟西城静旅,婉婉如玉,妇女亦能谈兵,总之,够分的。 大字报贴到了广州的大街小巷不说,还在大字报的后面著名,凡是胆敢接此贴者,极细汉奸, 见者即可拿货,交种纠办,读此闻而感动者,虽是优历也是忠义之事,读此闻而阻挠者,虽是绅士也是贼子。 望各位一定要自爱。 看两人的意思,谁不按他们的方式爱过,就不是好东西,甚至谁看了他们的大字报没有出现, 他们盼望的那种红卫兵,义和团式的亢奋反应,也不是好东西。 当然,他们没有停留于文字上的忽悠,他们还有行动。 一星期之后,以说11月22日,以说11月25日, 他们忽悠了几千群众,到广州府学明轮堂集会, 与会人士默默切齿于英姨,放言要组织团练,反抗英姨。 他们这么一活动,广州更沸腾了。 伊礼部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来到广州的,急得没有办法, 3月4日,急死了。 可谓是愤青气死奸臣。 问题是愤青也没好下场。 4月17日,愤青之一,钱将到阅渡门前请求抗英,被逮。 之后,和大庚也被逮。 一般的史书,只说这两个愤青被政府法办了, 根本不提判案相请。 这里不嫌麻烦,把刑部判死摘解一下。 一,钱将与和大庚,都是落魄穷鬼。 和史生缘,也就是秀才,浙江江阴人士。 年余七十,可谓是超级老奋青了。 钱年龄几何,不知。 浙江长兴人士,是个捐纳渐生。 也就是说,他这秀才是掏钱买的。 怪不得帖子让和老秀才写呢,估计自家写不出来。 听说广东市深团链自卫,也想搞个团链, 起个冰端,弄些钱花花,闹好了, 说不定能得个军功顶带呢。 虽着急无赖,捏衬是暗虎抽钉。 恐人不信,虽捏造广州府学明伦堂名目, 捏造了一个乐手一鸣告白,坎坷散发。 二,钱将等人造谣声势, 山获人心,大为地方之害。 特别是这个钱江,在都府禁止他们活动之后, 挺身闯入都市,说接铁就是他干的。 以为半团炼抗英仪,细数同仇一举, 政府不能将其犯罪。 典型的愤青,认为他的爱国可以超越一切。 他的意思很明显,已经沿写至地方政府。 真是胆大刁民啊。 不言成不行了。 三,钱将借团恋之名, 向别人借的洋银六百五十元, 用于肃娼嫖妓,花用无存。 可惜嫖的不是一副, 否则都够现代愤青标准了。 四,应以以旧府,团恋事宜, 地方身世自有办理。 钱将说明轮堂之事,乃是他首唱, 曾与地方身世会议。 让他写出身世之名,他又写不出, 你也写出来的都是在广州的流域人士。 另问地方公正世身, 据说不知其事,更未曾参与。 明白着,钱将这是假公祭司, 五,和大庚拙杖一百,图三年。 但听说七十岁了,可以免刑的, 查时后,地送回老家算了。 钱将,吊销他掏钱买的那个秀才文凭, 发往新疆种地去吧。 这就是俩特大愤青的下场。 有史者称, 齐英与黄恩彤惧怕两爱国一事孤舞民心, 由爱他们投降, 所以捏造罪名, 把他们治了。 但是看刑部奏者, 政府承办俩愤青依据的材料, 却是梁广总督齐贡和广东巡抚成狱才提供的。 伊礼部1843年3月4日死的, 齐英1843年4月6日被皇上人做钦差大臣的, 齐英也跟伊礼部一样, 这是在鸦片战争中第二次被任命为钦差了, 并于6月4日到达广州。 后来汇报的时候, 把火烧仪馆及前江之流, 统统认作无赖油棍, 及民间俗称的滥宰。 由此可以看出, 钦差弃英, 梁广总督齐贡和广东巡抚成狱 才对前江这些奋庆的看法是一致的。 道光皇上对刑部叛赐的朱批在1843年10月12日下发, 于是两个奋青, 一个远流新疆, 一个被打发回了老家。 奋青们缺少常识。 辅仪是政府的意思, 应移入城市根据双方政府所签条约而行的。 往大里说, 这是缺少国际法知识, 往小里说, 缺少宪政国家知识。 也就是说, 政府跟英姨签什么条约, 人民得同意, 如果不同意, 人民可通过言论、 出版、 结社、 游行等方式表示抗议, 政府不听, 你也有权忽悠人民起来, 吊销现任政府的执照, 另换一届政府。 换届不行, 甚至可以革命。 问题是, 政府是个无脑政府, 奋青更是无脑意识。 政府德性不咋地, 奋青德性更不咋地, 所以才会上演这等插曲。 特撰此节, 以纪念天朝两大奋青, 以为后来者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